當他們絕字 然後填寫了受洗表 說他們願意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超級感動 雖然前後參加過兩次的幸福特訓 但是一直沒有幸福小組的經驗 所以當小組長邀請我 擔任核心同工的時候 我不假思索就答應 因為之前看到這些幸福小組 都有很多的收穫 就想要得人如得雨這樣的喜悅 感謝神預備了弟兄姊妹的家 小組裡面 因為他們房子蠻大 然後裡面的家具音響都很溫馨 就讓我們這些童工還有BASS 他們都感到非常溫馨 非常自在 所以他們準備得非常豐盛 一次比一次有進步 感覺上不屬給五星級飯店 感謝祖我們這個幸福小組 總共有三十幾位來參加 當我們這麼多的BASS當中呢 其中有一位 他就是因為生意失敗 但是他有三張要到齊的支票 後來陸續因為禱告 陸續的都解決掉 結果發覺他每一次來 臉上的笑容一次比一次多 他後來就感受到聖靈的工作 神的大能 所以在这当中的最后几周 他就决定受洗 那也希望教会有更多的幸福小组来成立 然后也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主 幸福小组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服饰体验 如何让BEST能够感动并且感到幸福呢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是牧师常说要扩张我们 也扩张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境界 幸福小组的当中 我看到的最宝贵的是 弟兄姐妹们那一个 就是单纯顺服乐意摆上的那一份心 而且就是无私地奉献了 许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加上就是一开始小组长 就是来分工的时候 那大家就是很努力地去完成 所交办的工作 在预备完这前置作业之后呢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场地在哪里 BEST在哪里呢 但是我们摆上了许多的祷告 以及内心那深深对灵魂的负担 上帝真是信实 为我们预备了又大又好的场地 BEST也在所有弟兄姐妹 努力的邀约之下 更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回想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 这个过程的当中 从一开始对于运作的流程 我们都不是那么的熟悉 再加上同工们在预备 在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那但是在这样的当中 我们就看见我们都很不完美 我们都很需要神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更加的贴近BEST 那BEST也在这样子的聚会的里面 在一次次的聚会的当中 一次次的感动的分享 到他们会提早来跟我们一起预备场地 然后当他们决志 然后填写了受洗表 说他们愿意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超级感动的 我们在当中真是看见神的大荣耀 还有祂亲自带领我们 那祂回应了我们的尽导和有呼求 那使我们在这当中经历神 那也让我们呢 在服饰里面所有一切的疲惫 还有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在检讨当中 都觉得非常的值得 我们觉得 其实当我们在想 如何给BEST幸福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那我觉得在这当中荣耀归给神 因为流泪杀种的 必欢呼收割 所以我们今年还要一起 继续的幸福下去 你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